打招呼习俗最后一段要介绍这个打招呼的用语 因为我们前面是打招呼他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打招呼要讲话嘛对不对 那讲的话是什么话 那么这边最后一段就来介绍一下打招呼时 他的用语是用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一个 这边单字我们先念一遍好了 第一个是Greetians招呼 Ancient古代的 Grease希腊人 Grease这是Grease是希腊 希腊人叫Greak 那么K不发音Greak Joyful快乐的 Romans罗马人 Nin过去是Ment意思是指什么 World世界 Peace和平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Worlds are used as greatians to 文字也使用来当作一种打招呼 As是当作作为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现在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容易混淆 我们先介绍这个 Wu被用来 To的话就做什么 要做什么用 Wu be used as 20号面接名词 所以这两个地方真的容易混淆 我们看例子来讲解 Many kinds of fruits Cancer是种类 很多种类的水果 Can be used 可以被使用来 可以被使用来干嘛 to cure diseases 来治疗疾病 这是表目的 表用途的 被用来去治疗疾病 那us后面常常接一个名称 接名词 to后面接动词 不一样哦 接名词 接动词哦 他说 Many kinds of crops 很多种类的农作物 Can be used 可以被使用来 二是当作 当作药物 药物是一个名称 治疗疾病是一个用途 作用 所以 学法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这个 文字也可以被当作 打招呼的用途之用 to yeah the ancient Greek 希腊 古代的希腊人 say说 be joyful be joyful 就是快乐吧 希腊人常常追求快乐 所以国债 非常多 他们领到钱 就去旅游了 be joyful 人生要享受 要快乐 be joyful 什么时候 when they met 当他们碰面的时候 古时候 古代的希腊人 一碰面 马上就讲 be joyful 哇 快乐爽 这样子 那the ancient the romance say的 那古代的 罗马人 一碰面 就讲 hey hey we say hello 或者是hello 那 罗马人 讲 hi 这点hi 那我们 就说 hello 所以他们的 罗马人的 hi 就是我们的 hello 美国人讲hello 或者是 美国人讲的 how are you 你好吗 可是 古罗马人 就说 hello 那希腊人 古希腊人 就讲 be joyful 不一样 世界各国的 用字 也都不同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在另外一个 这个世界的 另外一个部分 人们说 人们说 people say shalom shalom 打造物来说 shalom 那这个字 shalom 在美国 means 就意味着什么 peace 和平 在美国讲peace 在其他的世界的 这个另外一个地区 人们见面就讲 shalom shalom shalom就是 peace 和平的意思 可能是 有战争的国家 就会这样子 shalom shalom 要peace 要和平 不要战争 好 这个是最后一段的内容 我们还有一个补充 这一个格言 他说 do in Rome do in Roman 好 Roman 是Roman's do 刚刚的rom 是 R-O-M 是罗马 那Roman 就是罗马人 好 do in Roman Roman 这个应该是打错了 应该是 do in Rome 在 在罗马 你做的事情 要如同 Roman's do 罗马人 做的事情 一样 这叫什么意思 你在罗马 罗马人做什么 你跟你做什么 就对了 那这叫 路径随俗 所以do in Rome as Romans do 路径随俗 那第二个 It is all Greek to me Greek是 希腊文 What you say is all Greek to me 你所讲的话 对我来讲 通通都是 希腊文 什么叫 希腊文 听说 希腊文 非常非常 难学 所以 It is all Greek to me 哇 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 通通 对我来讲 都是希腊文 表示 你完全 看不懂 如果你讲的 What you say is all Greek to me 你讲的话 对我来讲 都是希腊文 表示 你讲的话 我根本 完全 听不懂 意思就这样子 所以是Greek 有另外一个 格言的讲法 就提供给同学 做一个参考 好了 最后一段 我们还是念一遍吧 Words are used as greetings to The ancient Greeks say be joyful when they met The ancient Romans say hi We say hello or how are you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People say shalom The word shalom means peace 好 基础阅读 我们就全部讲解 告一个段落